新闻大白话年终破关 解任务 任务一订阅新闻大白话的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任务二小额月费加入新闻大白话的会员 用行动来支持优质节目 让我们一起监督政府 好来看12月18号要登场的 这个公投的最新民调 这是游盈龙的这个 台湾民意基金会所做的民调 它显示这四个民调 除了这个重启核四 有可能这个不同意 就是民进党最近 铺天盖地的一个宣讲 可能奏效 唯一有可能奏效被翻转的 就是重启核四 其他三个还是会通过 还是同意大于不同意 你可以看到这个民调的 结果是这样 那现在我们来看看 游盈龙老师的说法是说 四大公投扭转 这个绿扭转局势中 毁灭性的危机还没有解除 这个跟美丽岛电子报 做出来的这个结果就差蛮大的 过去我们讲说宣讲可能有用 昨天以前我们都从 美丽岛电子报来解读 觉得宣讲有用 可是从民意基金会的调查来看 宣讲恐怕也起不了什么大作用 因为毁灭性的危机还没有解除 我们来这个尝试来解读看看 以民进党的招数吗 或是民进党的策略是什么 因为毕竟来讲 光是核四里头 就有多么的复杂的工业的 各种知识含量 包括珍爱藻礁也一样 反莱猪也一样 所以你看看谢长廷 谢大使的说法 其实就是一语道尽了 民进党执政党的策略是什么 透过公投动员 厘清 你到底是要选亲美还是要亲中 其实很清楚 你遇到菜市场的阿公阿嬷 你怎么可能跟他讲 这么一大套的论述 太复杂了 我都听不懂 其实很聪明的 我必须讲 你就跟他们讲说 你到底要亲美还是亲中 四个不同意就是亲美 四个都同意就是亲中 就这么简单 所以蓝绿归对 把公投操作成亲美或亲中 二选一 你要反中亲美还是亲美反中 答案非常的显而易见 那必须讲 包括了重启核四 为什么会被翻转过来 来看看蔡英文总统 在后头推的这一个助力是什么 来看黄世兄 黄世兄因为是核四 这个重启公投的领衔人 过去他也很用力的去 做说明会以及上节目 他在我们的这个 这个赵大哥的节目里头 有这么一段 跟谢志伟不是谢志伟 何志伟对不起 何志伟的一段这个唇枪舌战 因为这个中间有一点点争议 所以我们在节目播出的时候 是把它剪掉 这个谢志伟 何志伟对不起 何志伟一直说 何四这个已经用了41岁了 还没有启用 你敢用一个比你老的微波炉吗 可是何志伟其实 做了一些这个说法的谬误 其实这个何四才二十多岁 二十几岁 他才盖了二十几岁 那他说你敢用一个比你老的微波炉 去热食物吗 黄世兄就说 照你的逻辑 你爸你妈都六七十岁了 是不是该去死一死 因为有牵涉到一些人的一些关联 所以看起来就是不是很妥当 必须讲不是很妥当 蔡总统动作很快 他很快就做了这一张梗图 我们节目根本没有播出 他到底在哪里看到的 他说用恐吓攻击 不会让何四变得安全 更是对民主最坏的示范 上一次跟王伯辉处长的唇枪舌战 蔡总统也立刻做了一个梗图 所以很显而易见的蔡总统 在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 他就出来讲话 可是在很多包括这个治安 人命 他通通都没有 他通通都没有出声 他把这个黄世纪给黑化了 意思就是和四公投也把他给黑化了 你知道我知道 独眼龙也知道 所以连蔡英文总统一定知道 这场公投其实就是 莱猪对决重启和四 就这么简单 中间那两个 其实争点会变成被双方的议题 全部拉到两边去 所以莱猪是一定是四个同意里面 最大选项 你如果把莱猪集大化之后 很可能把另外三个也把他拖走 这就是外衣效果 蔡总统也知道 只要把重启和四毁掉 其他三个选项 也会渐渐的往内靠拢 这就是预言达失业庭 议题边缘化的一种 应该算是战略效果 蔡英文总统当然知道 所以只要讲到重启和四 他一定会像张狂一样 丢起来了 你怎么可以这样 我跟他讲 你看 然后他知道里面又很难 把他说清楚 这就像刚才先生讲的 你都不清楚的猜忌阿公阿嬷 哪听得清楚 所以谢志伟很容易 他只要把他亲美亲中化 何志伟 你被我感染 何志伟 这个是会传染的 何志伟 何志伟 只要把他亲中化 什么把他简单化就很容易了 而且他的资讯也错误 对嘛 但是请问这些资讯错误 对阿公阿嬷来讲 有什么意义吗 没差 他只要谢长廷的说法 就这么简单 一个往这边 一个往这边 阿公阿嬷你跟他讲 二十跟四十对来说差不多 我就七十岁了 不然我比 那就跟蔡英文一样 他在高中生论坛 直接对着三百个高中生说谎 我们早叫现在外退五公里 你说对不对 回来办公室之后 张尊涵就出来讲 对不起 是1.2 但是我们只是爸爸讲一堆 当场张尊涵就有去纠正他了 请问16岁的高中生 跟80岁的阿嬷还不是一样 他们在去深究吗 他们回去已经跟爸爸妈妈吵了 那就五公里了 你们还在那边叫什么 然后你不觉得套路很明显 终于有马上补一句空拍照 你看 差这么远 所以高中生又被影响了 回去跟爸爸妈妈吵 这就是议题设定的问题 所以你看这整个效果 尤老师跟吴子佳 大家应该知道 一个叫尤教授 一个叫斗市长 所以你就知道两个差别的不同 OK 我不是说 每天早就知道有问题 但是两个身份不一样 你要小心吴子佳会来找我 我们来 欢迎 要逼谁跟他打的就说 你自己看尤教授 他的上次跟现在的这次民调 你要去拿这样子来比较 上次尤老师的民调一出来就说 整个四个都同意 而且差距都蛮远的 尤老师要利用民调 再跟你讲故事 讲什么故事 其他三个一样过 可是拉很近 你如果在细分里面去看 他那个位表态的也高了 也就是很多从蓝色杠杠的 到绿色杠杠的 多了一些人到中间去 重点就在核四 然后反过来就往那边看 整个我们今天大白话的图 很明显的 重启核四是重中之重 所以其实不需要科学证据 你也不用道理来说服人民 你只要拿出来 是不是亲中或是反中 或是亲美或是反美 好像用这样子的二分法就可以了 不过有个地方蛮奇怪的 必须指出来 蔡总统日理万机 对于很多我们社会上的议题 他不见得关心 或者至少在脸书上 我们看他没有在关心 可是对于打黄世修 这当然是一个解读 打黄世修其实他蛮快的 你看他这两篇贴文 都是在公投说明会 完了之后就有这样的贴文 放在蔡总统的脸书上 以及在我们绍康在情世 已经被剪掉的片段 蔡总统也一样 又做了另外一个梗图 他的小编做出来的不管 那都是蔡总统的意志 为什么蔡总统要去打黄世修 你可以看到过去马英九 其实马英九也被搞灰头土脸 他第二届 那个时候还有太阳花 可是譬如说陈维廷 那时候也发生一些事情 他也是太阳花的主力 或是林非凡 他也没有攻击这些学运代表 他也不会去找他们的 这个可能爆气 譬如说因为这个黄土条 对不起世修 因为他有一些不好的 应该是有一些仇恨的 我不能讲仇恨 就是他的用词不是这么的好 所以为什么蔡总统可以去攻击他 马英九没有去攻击他们 来 兵哥 我先讲一个最实在的 这根本不是蔡英文写 那小编写 当然不是蔡英文写 你觉得蔡英文有这么有空 他这么闲吗 那个是民进党大战略的一部分 他现在每天都在等 看你来赢谁 可能出到哪一些 我比较好操作的话题 我当然去操作 那至于对我比较有伤害的话题 我当然都没看到 所以你看蔡英文的脸书 常常台湾发生什么重大灾难 他都要等了两三天才会有反应 可是只要对方的阵营 出了某一点小麻痹 他马上就反应过来 不就是这么简单的事情吗 那当然土条的说法是 我说真的 如果你对民进党其他人 我倒不会觉得怎么样 因为何志伟是一个蛮软的人 你对他这样子是有点太尖锐了一点 但是我也必须说 志伟的讲法 其实要打他脸超级简单的你知道 我们就先假设 你那41年是对的 那何志伟你一定是39岁 你快报废了你知道吗 何志伟39岁 世修35岁 是啊 所以 所以怎么会拿年龄去讲呢 你知道我们国军用了很多武器 都超过50年了 你知不知道 所以你说我们还持续在用 所以那如果按照你的逻辑的话 那合一 合二 合三 你是不是应该要先退 你现在为什么还在用它 他每一个都比合四九 那你还现在正在用它 其实美国很多核电厂 也都大概50岁 60岁了 人家现在 国的也会重新认证一次 对 他会要认证 人家像魔鬼岛的那个 他现在准备还要把它延寿 是 魔鬼谷的那个 就是这样子嘛 那本来机器的时候 你只要你有长期维修 国外一大堆五六十年 七八十年车都还在开呢 是 但是这个公投这个事情 我譬如讲 谢长廷是非常善于用这种简单语言 故意去把它激起意识形态 所以谢长廷不演了 他说从日本的经验 透过这次选举或公投的动员 要彻底厘清是否走亲美 或亲中路线 我请教一下他最基本的 不管是珍爱藻礁 莱猪 莱猪是反美猪吗 不是嘛 我们反而是全世界的莱猪 没有 你看蔡总统的这个天图 那是他们故意造谣 反美莱猪公投 共同党党团在立法院 开记者会的时候 也曾经提过美猪 我跟妳講 那是人家不小心讲错 那是人家不小心讲错 没有 它照片 我跟妳讲 这只可以两种东西 我们两个有吗 我有说过反美说 我说我们两个 我没有讲 你动作拿国民党 来讲今天的议题 然后我跟妳讲 公投广大选 到底跟反美有什么关系 重启核四 我跟妳讲 重启核四最开心的是谁 你知道是美国人 因为核四人家盖 所以你到底在讲什么 其实这次公投只有一个标准 什么标准 是人民控制政府 还是政府控制人民 这才是公投真正的意义 如果这四个公投 不同意全部都让他们过了 被民党挡下 就是政府在控制人民 如果四个公投都同意过了 是人民在控制政府 本来就应该人民控制政府 政府控制人民叫什么 我们就变成政府的奴隶 以翔 我真的很想要请教你 你赞成 谢长廷这样的说法吗 我先讲一下 我觉得人民控制政府 政府控制人民 有我们有一个人民控制政府的机制 它叫民族选举 每四年一次 公投也是 公投也是 但是你不能扭曲说公投议题 好像就不重要 公投的本质 我没有说不重要 公投一定很重要 有说展现这四个议题 就表示人民控制政府 拜托我讲 我拜托我讲 我的意思是说 你不能提任何公投议题 然后就说这个如果不通过的话 就代表说是政府控制人民 不是人民控制 公投议题本身也说它本质在 对不对 其实公投议题本身也是值得讨论 好 那回到公投议题这一点 好 我觉得如果一一回答的话 真的回答不完 但我觉得我自己 因为我自己也常常都街头宣讲座谈会 前几天还做一个跟年轻人 大家来讨论公投议题的一个座谈会 我觉得我自己会遇到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好 你今天讲长篇大论 你跟他说为什么 前几天也听过 我在节目上都有提过 大家其实投赠 投反 我觉得都可以 只要你在充分资讯下 而且你在完整的资讯下 去做出这样的决定 我觉得都赞成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说 好 你讲这么多 但是对方只要一句说 这是毒株 这是莱猪 这是莱猪就是毒株 你没有怕去抵抗这样子的 一个情绪性的反应 所以我觉得现在这是每一个人 在论述公投都会遇到的一个问题 所以最好讲翻媚 这样比较简单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每一个人都在寻找一个论述点 是选民可以听得懂的 简单的 我觉得国民党 民进党都在 对不对 大家都在找这个论述点 所以国民党跟民进党都在渔民 是这样吗 我没有说都在渔民 但我就说这本来就是公投 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 比较新的一个程序 大家都在思考说 要如何在现在媒体 只有几秒钟的时间 要如何在几秒钟的时间 让大家听得懂你在干嘛 所以我觉得这对大家来说 都是一个挑战 我没有说谢阳廷说法是对或错 但我说这对我个人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是你赞成吗 就是谢阳廷讲说 这是透过这一次的公投 来厘清是否亲美或亲中 你赞成这样子吗 我觉得其他议题我不说 但是我觉得这个 凡莱猪的议题 我觉得确实 有这个国际地域性的一个牵涉 我觉得这个是不可否认的 我也不是说大家要做 什么样的一个决定 但是你说这个牵涉是不在的 我觉得这样子就是不对的 可是必须还要再提醒一下 观众朋友 你必须要有搜集自己的 所有的最好最完整的资讯 然后再投下你这个公投票 这个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 一定要把这个背后的意义给厘清 不要被政客牵着走 不过还要再加问一项一提 这个广告 最近也常常在很多杂志 或是报纸上被刊登 我必须老实承认 第一时间我以为是AIT 美国在台协会登的广告 你可以看到上面是 这个美国国旗 美牛美猪一样安全 这感觉上是帮美猪打广告 可是我们仔细一看小小的字 非常小在这里 我们的这个电视墙都显现不出来 才知道它是行政院做的一个广告 你赞成这样子吗 我赞成让人民知道说 萊猪跟萊牛一样都是安全的 因为事实上这个 无论是科学 或从国际贸易规范来说 这确实是如此 现在其实很多 大家遇到的问题就刚刚说了 就大家会觉得说 因为一些政客的口水 会觉得说这个萊猪是不安全 萊猪是毒猪等等 吃了甚至于六碗猪肝摊 即便我们现在根本没有进口 这所谓的冷藏的猪肝进来 但你吃了六碗猪肝摊 你可能就会超飙 所以确实我觉得有这问题 就是说政府应该 我们已经讲了国际贸易 讲了很久很久 但是食安问题我觉得 虽然我们都认为是没有事的 但是食安问题我觉得 要持续沟通 好 最后一分钟来给有志哥 我本来就很反对这种二分法 因为民进党就是用二分法 不是男的就是女的 不是蓝的就是绿的 不是黑的就是白的 一直在讨论这种东西 连刚刚连赵玉祥都直接讲了 这个就是他们要做的各个方式 你好像你只是把说 现在萊猪就是毒猪 民进党不是也在跟大家讲吗 现在国民党就是反美猪 对不起 那叫国民党 至少罗友智跟谢安兵 从来没讲过反美猪 为什么要把所有反美猪 三个字灌在我们头上呢 公然说谎 是台湾现在现金可以做的吗 反美猪三个字 我罗友智如果你找得出 我哪一句讲反美猪 我随便你 问题是现在民进党 铺天盖地的反美猪三个字 到处挂 这不是公然说谎这是什么 国民党也说 这个是嘴巴 你看在国民党 我不是国民党 我上次已经跟你讲过了 民进党 你说民进党说 我说那国民党也说 因为他没用反美猪 你卖国民党 我是国民党吗 我没有骂你 我现在在讲话 你针对的是我吗 我告诉你 我从来没有讲过反美猪 是 好 从来没有讲过反美猪 那希望大家都可以回归到正常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 马上回来